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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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我們今天來上一點文法 首先 我們為什麼要學文法? 文法的重要性在哪裡? 如果你一點文法都不會的話 遇到愛國人 能夠跟他溝通嗎? 大部分的時候 還是可以 就是 幾個關鍵字丟出來 一手話就大概也可以了 所以 我們為什麼要學文法? 聽確一點 聽確性 所以 需要精確的時候 譬如說 討論很細節的事情 或是容易 悟解的事情 的時候 就特別需要文法 可以想成 譬如說 如果開車的時候 馬路上沒有任何交通號子 地上也沒有花樣的線 可以開嗎? 可以啦 車子還是可以開啊 但是當你遇到 十字路口的時候 情況就變得很困難 這個時候如果有交通號子 有交通規定 會順利的作用 文法也是這樣 需要用時 放很爽 所以呢 今天我們就 給各位稍微 複習一下 你們 國中高中六年 應該要有學到的 基本文法概念 好 不過我不是就是 把課本背裡面 就是有時候 一笑話過 呈現給你們 比較有系統性的文法 概念 第一個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 英文句子的基本結構 大概長這個樣子 基本上英文句子 一定會有一個 而且只有一個主詞 會有一個 而且只有一個 主要動詞 有一些有一個 以及只有一個 的壽詞 有一些沒有 但是動詞是什麼 除了主詞動詞 壽詞以外的 所有東西 都將來都剩下的 所以剩下的包含 時間 地點 工具 方法 原因 後果 條件 代價 都是放在後面 所以第一個說 呃 如果 你的學子是 呃 開頭 那個就是應該從 後面開始的東西 因為他是 原因 因為後面的 名詞跟動詞 就絕對不會是這個東西 因為整個 整段都是原因 他不是主要句子 所以用比克斯開頭的句子 是不完整的 這個才是 呃 結構完整的英文句子 好 但是我相信你們各位 呃 這個主持 這個主持 如果我早起床 我早起床 我早起床 睡醒 我早起床 我早起床 床 剛才講的 時間是身材 所以這個都不是我整個 集床 真正的主持在這裡 頸子從這邊開始 我主持最早的動詞 這個就是剩下再一次重複 然後什麼時候發生瞬間 所以主要頸子其實是這個而已 剩下期間都是所謂剩下的 當我們把剩下的東西 或是任何東西的位置變更之後 要記得加一個逗點 來表示說位置變化 我們這堂課講的是美式文法 英式文法 一比較亂 然後二比較不一致 然後三其實比較就是 該怎麼說 就是怎麼開心什麼 我們只要見到比較好 美式文法是比較有自私的規定 所以當你任何東西有異位 不管是主持動作收拾還是比較常便 就是剩下東西異位的時候 記得要加一個動詞 才表示說你有變化 位置不一樣 好那今天我們就分享主題 我們先講名詞 名詞 除了就是人事物概念之外 還有還有稍微比較長一點的東西 例如說 動作也可以叫名詞 這是動詞 這是動詞 這個是動名詞 動名詞是動詞當名詞用 所以它是名詞 所以你可以把它來當句子開庫 所以叫這件事情 動詞就是使得受詞是我 然後剩下的狀態變得更困 所以這句子的結構也是符合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就是 英文句子主要結構的順序 只是動詞變成一個動作 動名詞 所以如果你發現你要講的主持是一個動作的話 這是你可以參考的句子 有時候你的動作沒有那麼單純 譬如說 如果你的主持是你睡覺 所以如果只是睡覺的概念 而是包含有一個人在睡覺 這個時候有一個改法是這樣子 這個一樣是變成動名詞 但是你真的需要選這個名詞的話 然後把它變成睡覺 這樣他一樣是句子的主持 然後通常就可以接 一樣主持 就是這個東西是主持 兩隻壓起來 然後動詞 受詞 狀態是剩下的 講到這邊還可以嗎 聽懂得舉手 好各位聽到說明 那最後還有一個名詞的形式 是一整句可以當作主持 呃名主持 所以我們現在講名詞 就是你可以把它當主持也可以把它收拾 因為名詞就是表面都可以 一整句可以當名詞 所以譬如說 我們去拿這句 我們講再寫信 這句 如果你要把它當主持的話 前面加一個帶 後面就可以接完整句子 當名詞 這邊是當主持 句子結束之後 就可以接 答句子的主要動詞 所以在這個句子裡面 這個是主持 沒有帶已經表示說接下來這個句子是一個主持 要這樣寫的話 在後面這句一定要是完成 所以這裡面就一定要有一個小主持 就是小動詞 然後看這句子還需要什麼東西把它變成完成 在完整句子前面加一個that 或是有時候你會看到the fact that 或是the idea that 就會把它變成一個名詞 後面就可以 繼續把那句子寫回去 那一樣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把sauce也變成一個句子 我就應該說把句子變sauce 所以我就不寫 我就自己用這樣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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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有金融的人就知道 好 我把微笑一下就知道 OK 最大金融 名詞最後幾個人要注意就是 各位可能混淆的地方是 譬如說 車屬不客屬啊 什麼時候用的啊 這些 好 這些問題 之前這兩個問題 什麼時候用的 這個跟不可屬 或是不可屬沒有關係 只是兩回事 我們先講簡單 可屬跟不可屬名詞 的區分方式 需要更多一點就是指令 如果你覺得這個名詞 你要去屬它的話 基本上就是浪費聖靈 沒有什麼意義 它就是不可屬 沙子 水滴 通話 包法 但是這個不是硬性規定 如果你真的需要去屬它的話 就是你看那個角落 你看那個角落 你看那個角落 你還是可以去屬 Hare 複數 Hairs 又是幾根多號 Sand 複數sands 其實是講的是不同的沙地 Water 複數waters 是講不同的屬 所以不可屬跟可屬只是看你麥果而已 像最常見的例子 food或是candy 不能數 沒錯,如果你都是買同一種糖果 然後不管你是買一顆還是買一百顆都不能數 但是如果你買不同種糖果 每一種都是可屬的candy 你可以買很多candy money也是 如果你只是超票的話 不能數 但是如果你是不同的投資類型 或是不同國家的貨幣 就可以選管理事 所以這個真的是看起來蠻有多了 好 可屬名詞 前面或是後面 一定要這樣 第二個名詞 第二個名詞 第二個可屬名詞 可屬名詞 就是前面 或是後面 一定要挑選 不能單純丟一堆可屬名詞出去 就不管他 因為他 中文都可屬 英文比較高度 那其實意思就是強度輸 你一定要去數他 那可屬名詞 那可屬名詞就是 前後 除二格以外 除二格以外 可屬名詞 前後都不能加進去 或可屬 其實就是強度不要去 聽懂就懂 好 OK 接下來我們講 最抽想的概念 就是 這個東西 樂的概念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個 框框 然後 別人看電影的時候 也許 這個場景 第一幕是個 人景 感覺是整個 你看到 第二幕是一個 鏡景 還是一個 測定的角度 或是測定的人的特型 或是測定的物語 樂 又是第二名鏡頭 那個框框 所以 你可能聽過什麼 最多 最高 最遠 最什麼什麼 那個概念 其實就是 只有一個 需要加一個 框框的表示 只有這一個 或是 唯一的 就是這間教室 只有一個老師 就是 the professor 不是the teacher 一定要加一個框框 好 比較複雜的地方在於 當你這篇文章 前面提過的東西 你要繼續去設它 例如說 啊 就是 there are 我為什麼沒有二十個 there are 18 students in the group 下一句 你要 針對這十八個 就繼續講 就要講 比18 students 或是the students 讀者就會知道 這就是你前面提過的東西 所以即便有另外一群學生 突然重天來跟我們 PK 如果你前面加一個的話 多者會知道 說你講的是 原本那一群學生 不是新進來的那一群學生 他是個狂妄 好 所以複雜的地方在於 有些中心 是因為 在一個脈絡之下 只有一個 譬如說 有些時候是 看前後門的發展 譬如說 一心的學生 vs做的學生 這兩個概念不一樣 但是 寫作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對這種 這個時候 到底要不要這樣子 這個脈絡需不需要 讀者知不知道 或是會不會覺得 如果假的話 會模糊 會清楚在這樣子 我以前會說 你如果懷疑的話 就假 之後我就有個學生點 知道假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 就是你想一下 從讀者的角度 他會不會被混淆 如果你不加的話 他會不會想像 另外一個東西進來 如果你加的話 讀者會不會覺得 我已經知道了 他用說我講的好話 所以你的入耳分 就是這樣子 看讀者需不需要 可以加在 科室跟不科室名詞前面 都可以 因為框框不現 這個名詞是科室 只要是一個東西 或是一個名詞 都可以把它放棄 搬出故室 科室科室 科室科室 從小去挺都可以 動一字也可以 雖然有時候這種 這種的 比較 繞口 但是還是現實 所以 The sleeping is a bad habit 所以講的故事 是睡覺本身 是說 譬如說這個人的睡眠 前面提過一個人 譬如說 我上一句就是什麼 就是 Sleeping makes me sleepy 對不對 下一個就是說 But my teacher told me The sleeping is a bad habit 就是講 我這個睡眠 所以動名詞也可以 基本上就只有名詞指句 這個大 habit 不能加一個 其他名詞都可以 好 那得到這個規則 蛇除名是前面加的 如果是單數的話 你就可以擔心其他東西 他也是前面有下的東西 也就符合正面規定 好 來講到這邊有聽懂 跟得上的情趣聲 好 名字講完 之後就要講風詞 嗯 形容詞就不簡單啦 你在形容什麼名詞 去碰到他合理的話 結束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講風詞 風詞 稍來意思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講風詞 好 副少一點 動詞基本概念是 你們應該常聽到 時態 時態 其實時跟態是兩種不同的概念 時 時間是指說 相對於 如果是口語的話 就是說話的人 或是在閱讀文章的時候 是閱讀當下的那個地方 相較於那個點 你要講的句子 發生是在這個點 還是之前 還是之後 所以時間 就只有過去現在為了 這三個學校 相較於當下 目前在注意的地方 所以尤其是當人家說故事的時候 我們習慣性 英文習慣是用過去式來說故事 但你也可以用現在時 你也可以用未來時 這個沒有太硬性的回憶 看你想要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過去式的故事 比較像是說 事情已經發生了 已經結束了 現在只是變成我 換你抓了 跟你分享 所以多者的感覺 就是事情已經是定局了 那你正在等待你跟他講 怎麼發生 現在式的故事 這個故事的感覺就不一樣 現在是正在發生 他可以多者的感覺 是一個臨場的 來一個 就是身歷其境 不確定 這故事未來會怎麼發展 不知道解決 大概長什麼樣子 如果你的故事主題 是類似這樣的寫法 可以考慮用現在式 那未來式的故事 比較不常見 但是偶爾還是不一樣 既然是未來 我們無法確定 未來式的故事 通常是用在比較 假設性質 不確定性的事情上面 或是 如果其實是很確定的 就會變成一種 浴世的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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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hecy 一種 prophecy的概念 如果你真的要寫兩種東西 那就可以了 可是這也是 讓你考慮 一個人的時間 可以使用 未來式 好 所以你就會有個時間走 你的 我們剛剛講的故事 可以用過去 現在或未來 是通天行坐 這個甚至 你整個時間走 不管落在哪裡 你的時間都是 你到處選 要過去 整個都是過去 要現在就是 整個都是現在 但未來 整個時間走 都是用未來式 好 當你 也就是 跟著這篇文章 繼續走下去 那個 現在的那個點 也會跟著移動 會漸漸往前進 如果你突然需要祈禱 之前發生什麼事 或是之後將來 可能發生什麼事 這就是 狀態出現的時候 如果時間是 整整段 整篇文章的 時間框架 狀態就是 相對於你 正在講的東西 你接下來要講的東西 關係是什麼 這兩個人 時間關係是什麼 像狀態的表示 好 呃 狀態有四種 那個簡單是 就是 他就是那個狀態 就不行 好 真正有 有效的狀態 有意義的狀態 有這三個 完二次 進一次 完二次 好 我得說就是 我今天的脖子 還算好看 對 所以 沒有要寫 好 所以 首先完成是 顧名思義 他在講事情的完成 那跟簡單過去是 差別的 剛剛講的第一個最大差別 過去是 是講你整個時間走 完成是 相對於 一樣是 剛剛講過的東西 這是其一 但是其二呢 強調事情的完成 不只是 過去的結束了而已 這件事情 完成了 本身會影響接下來 你要講的東西 這件事情的完成 會影響接下來的什麼東西 用動名詞 the completion or the finishing of this point will affect your next point 譬如說 呃 如果 你只是想知道 如果我只是想跟你說 欸 我有吃午餐 簡單的你說 I need lunch 可是如果 你會問我 欸老師吃過咧 你說吃過了 之前 我就會用 Yes I have eaten 因為你要知道的是 當然這是禮貌用 但是如果真的是 就是非常熱狂的運氣的事的話 你要知道的是 需不需要 就是幫我還給你 或是 有沒有 你可以幫我 就是寫保護 的方式 所以事情的完成影響 接下來的話 如果 如果下禮拜 我問你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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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完全了解 上週講的文化 乾淨嗎 我就會用完成 Have you completely understood 因為如果你說 有話 接下來我就可以 去抓你 還如果 你說的海浴谷 有點地方 哪裡不太懂 我就可以針對 那些點 然後再去看 怎麼看更了解 所以 事情的完成與否 會影響接下來的發展 這個是完成式的功能 如果 就是影響的話 你就要簡單過去試 或是 你原本的實態就可以 你分開嗎 啊 說來一點抽象 真的在寫的時候 啊 你就可以考慮說 事情的 因果關係 前後順序關係 需不需要強調 它的完成性 進行式 跟完成式一樣 就是你重點 不只是說你有做 而是 你 持續的 在做 持續的在做 強調它的持續性 我想這個應該比較喜歡你 就是 你說 啊 比如你說 啊 I come to class I learn and go home 相對於 相對於 I'm coming to class 我坐在路上 I'm learning 正在學習 希望 I'm going home I'm going home 它的講這些點是不一樣 所以真的需要強調 持續性的時候 就要用進行式 好 最 呃 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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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Why does anybody know forever 這個 情報關係 就是說我已經 持續三年 正在交 就是 因為我滿好 所以 一強調的是 交了三年 完成 有三年的 成績在後面 但是 一強調第二點 是 我不只是說這三年 那都可以睡覺一下 我持續了三年 非常努力的交 然後 然後下一個就是 我竟然交了這麼久 而且這麼努力 為什麼都沒有人 所以這是有前後關係 一後關係 強調的 或者是完成 而且還沒 就是 有它持續努力的過程 或者說 呃 I have been eating at this buffet for three hours 呃 Why is there still so much food 我不能一天 我不能一天 I have been eating at this buffet for three hours It's such a good deal 美麗 所以 為什麼 在這個 就是 吃 就是 非常划算的 不只是因為你可以坐在那邊 坐三個小時 而且你可以這三個小時 上當中 持續的在吃 累積這麼多食物 所以它才是一個划算的地方 所以它想要的 不只是 完成了那段時間 而且還是那段時間 從 當中 持續的 進行一個動作 好 有聽懂的情緒 少了 沒關係 應該 大部分的人 應該不會用得到 玩的經理詞 真的需要用到的時候 我就會把你挖上去 然後給你幾次 為什麼 呃 到出來玩的經理詞 基本上就是讓你了解 獨老的時候 呃 它的意義在那裡 跟一般的管理詞 一般的經理詞 差別 比較是理解性 好 概念講完之後呢 呃 因為這是寫作課 所以我要教你怎麼寫 不只 揍石中間放一個動作 給我一個動作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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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可以 幹嘛 我又有一個創意 我已經用過兩題了 大家想法都一樣 好意思齁 所以簡單就是 8 eat will eat 如果要強調完整的話 它的公式是用 have 它的公式是 就是用 它叫做過去分詞 我今天就解釋為什麼叫過去分詞 因為這中間概念是講複雜 因為講完之後就說我把概念全部都弄掉 我不是看完小字證 我自己直接用 所以我覺得之前跟你說這個東西叫過去分詞 然後 那個基本表示時間的字 就是用 have 變化 所以 所以 have 加過去分詞 表示完成次 然後have 本身的變化 表示時間 這就是時 time 按照這個順序先時間或狀態 那 進行是 它的動詞變化 就不是過去分詞 它的動詞變化叫做現在分詞 我一樣不解釋為什麼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那 那它表示時間的字 就會變成b 所以 what is 現在 b 加進行式 表示進行 然後b的時間 變化表示你的時間 好 那 完成進行式呢 又是完成 又是完成又是進行 它叫完成進行式 先完成 後進行 後進行 所以是進行 然後又需要完成 所以需要一個b動詞 但是這個b動詞是表示完成式 所以它一定是 過去分詞 過去分詞 然後因為是完成進行式 所以這個是have的電話 所以你的概念是這樣子 have 加b動詞 是完成式 b動詞 加int 是進行式 然後時間由第一個字來電話 加電話 好 出一個討論 交通網頁的討論 就是一耳聽電話 這句話應該怎麼換成英文 很奇怪 二字 乾杯 這句話 有 好,我發現我忘記已經被動了,所以我趕快想想被動了 我們目前有三個元素嘛 一個動詞,一個B動詞,一個HAVE 所以被動就是把這幾個元素,唯一還沒有用到的排列組合 就是過去跟次,但是前面不是HAVE,前面是B 這個就是被動 所以理論上沒有受值,有受值要加一個 界定詞通常是Bi,但是有些動詞接的界定詞不一樣 可能是4,可能是Win,可能是3,看情況 大部分是5 好,所以結合以上首選請問右邊,左邊這一句給他怎麼辦 跟你講的時候想一想,等一下講 這句是,我昨天本來將正在被他吃4個小時 嗯,葉子屋裡頭的句子,有助人秉的宣聞 你們看不懂你也要不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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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回到猶吾我說,謝謝 嗯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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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這個是have的某種變化 什麼時間呢 首先昨天某種過去 但是是本來 所以沒有真的發生 這是現實 這是價值武器 所以是不問have 句子找這個樣子 I would have been eaten for 4 hours yesterday 8天 在聽懂 有聽懂的請舉手 ok 所以如果他有點疑問的話 你先抓出來你需要的是元素 主詞 就是有人 就是我 主詞 就是我 受詞 因為是被動所以沒有受詞 但是如果有人在做這個動作就是 這個 這個人 有他來做 然後這個就是 時間嗎 時間跟持續時間 這個都是所謂的 剩下的東西 就是放在最後面的東西 所以接下來你要處理的就是 本來將正在被吃 這個動作 吃 所以你知道動作 基本動作是異體的某種變化 被吃 所以是被動 這個動作 接下來你要處理的就是 時間問題 某一種過去 某一種完成 某一種進行 欸 就是過去完成進行 然後最後再加一個假設性 出來就是那邊 這 那那個 相應 在路牌裡面 如果 還不變 放在一起 對 中文跟英文 不是一個完全一對一的關係 所以這個中間需要一點點的想像 但是概念是這樣 比如說中文說什麼什麼的 其實翻出來變成英文 通常都是完成式的 中文簡單 時間沒有 沒有取得 過去現在未來 中文都長跌了 是 完成跟進行有反的進行 中文才會可以好 好 動作講完 如果 如果你真的就是通通晃晃的話 你把這句話記下來 所有的概念都沒有在裡面 是 可以 其實 從限期詞開始 這個是主詞 這個是動詞 被動句子沒有受詞 所以其實主要句子就在這邊結束 後面 時間 持續 多久 由誰來做 全部都是所謂的 剩下的東西 所以後面剩下的東西 你可以只有條件你要拿到出去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的時候 我會講 關係代表詞 跟假設的東西 看表演什麼 可以 可以把時間做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對 好 拿出來 講 講 是我們來的進行 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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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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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六個 四個 似乎 堂 我不知道 ホーム 你 我們的 Jungle 的 乙 於� 嘴 雖 西班牙 就是當心不居住 就是你送死的話就能那個人真的變化 然後你還有實態的變化 他就是實態 包括現在過去會 然後也有進行還有區域 還有起始 我現在已經在那裡了 到尾聲間就是 作文化的就像 你不用先做一個壞的 我會有甚至在畫 我會有些有幾乎 就是要是一條文化 畫文只有language 我看有一個白的雞 我會把這個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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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处理的请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對,就是如果你沒有生能進去 就你會往那些時候進去 對呀 所以你不只要這樣做的時候 你才會 不再接觸中 你才會接觸中 不然你才會接觸中 不然你才會接觸中 你就會說差點錯 對,不會把你接觸中 你都不可能 對,就是 他領地你才 就讓我接觸中 就會把你的動作 然後就是 就完全沒有記載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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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招待的時候 做一些這樣 用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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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昨天 之前三天 三天 然後就說 三天 對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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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我學校在成績 他在成績 這樣子 真的 他在成績 對 不能 不能加一個 不能加一個電影 他都沒有 好 不行 不然很奇怪 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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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成績 不要加一個電影 但是 他在成績 就是 可以 他在成績 會不會自然 是 所以 所以 現在 大部分 那個 那個 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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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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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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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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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剛剛有提到一個單人是說 你通篇文章的基本時間應該是固定的 不管你選擇的是過去是現在是未來是 通篇的基本時間設定應該是固定的 好 那如果你是用現在 如果你要講的是現在這個點 不管你這個點是過去現在未來 你要講現在這個點之前的事情 請加上完成式 所以如果你是用現在式寫的 就是譬如說 I eat 你要講 在這個點之前 你譬如你昨天吃的 你就會講 I have eaten 如果你通篇是過去式 你要講你之前吃過的 譬如說 I have eaten 如果你通篇是未來式 你要講你過去吃過的 就是 I will have eaten 未來完成 所以你從現在這個點 往前推到未來去 是用will的變化 當然如果你的通篇都是現在式的話 你就是will 如果你通篇都是過去式的話 用will 如果你的通篇都是現在式的話 如果你通篇都是過去式的話 用will 如果你的通篇都是過去式的話 如果你的通篇都是未來式的話 要用前後門要說明 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未來的未來 你一定要講說 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這樣講 好 那說到will 我就順便講一下這個字 可 嚴格定義上來說 可 是can的過去式 那can的未來是什麼 那can的未來是什麼 會不會是會 沒錯 會不會是會 因為can其實是一個 縮型 它其實就是be able to 所以如果你需要錯這數的話 你就可以說 可以把它拆開來 因為這個稱為 稍微進行一下 好 剛剛沒有提到一通 我剛剛偶爾提到沒有說明 是介系詞 介系詞通常就是 你要講就是 主持動詞受持 剩下的東西 你要讓讀者知道 接下來還是剩下的東西 你開頭 是一個介系詞 介系詞 有很多很多是由 動詞決定 因為每一個動詞 有限定可以接那些介系詞 所以很多你只要就是 弟兄你學動詞的時候 你稍微留意一下 他可以接這個介系詞 你大部分就要打發掉 那如果不是動詞決定的話 你就要記得基本的空間跟時間概念 空間概念 空間概念就好 因為有空間的時間 空間概念 只有一個介系詞是有變化 如果你的介系詞是有動作 有動感動態有變化的東西 他這個介系詞裡面 我一定幫他一定會有出 直接就是出的話 就是去哪裡 他有一個空間變化 intu 表面意思就是進入到哪裡 所以這個跟乾坤的intu一樣 intu就是它靜止的 已經在裡面 intu是進去 那它也可以變成 變成什麼樣子 那個 i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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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已經可以變出來 其它的空間概念 譬如說 在上面但是沒有空到就是 好不好 在下面 領肉或是領面 在正下方 可以用 underneath 嗯 像你們都知道 但是你要記得 第一次大部分是一個 空間概念 這個是說到底要看語感 我們生活中很多情況可以用很多狀況的講述 決定因素基本上就是 一你從什麼角度來看 二你的英文語感好不好 就是給多留意奴語人士和專業人士如何寫 然後就是記得這個扣語概念他們是怎麼表現就可以 這種扣語感的這些詞很多沒有標準來 有很多比如說美國不同的地區會有不同的說法 譬如說排隊 wait in line 除了一種有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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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同地方也會有不同的說法 所以這個有一點點錯的關係不大 只是你自己閱讀的時候可以多留意 好 接下來我們講關在 關在名詞說到底 它是一個連接兩個句子的方式 我們一般如果不用關在 要連接兩個句子的話 我們有幾個選項 呃 可以用這個方式 Destroy嗎 Destroy嗎 對 還是另一個法 booth 如果GN2 Upy 可以用最等連接詞 所以這個連接詞就是 其實就是連接詞 然後用來連接兩個完整句子 這個用法 首先請加一個動點 這個動點是人的這一句的句點 這個動點表示前面就是一個完整句子 所以連接是有五個 因為有五個基本關係 這五個 核差或英文 英文 對對對 所以如果你這兩句 邏輯方向或邁路的方向是同樣的方向 往同樣的地方進行 最後面 如果他所以說 I kick you or you punch me 兩個加起來就是一個非常暴力的方向 那是朝同一個方向 如果朝不同方向 甚至香港方向 就用plug I kick you or you punch me 形成的是一個 kick or punch的對比 我要踢了 可是你缺了拳頭 方向不明 Or 是二者一種拳頭性的 就是 I kick you or you punch me 可能就是 有人持槍進來說 你沒有給我打 不打我就殺 所以好吧 那我之後 我進行問你 你會選擇嗎 我只能選擇 二者一 四 後面是原音 所以 I kick you or you punch me 是因為你 就是像我會選擇 所以我才進行 後面是你 但受就是打過來 那個我經營 所以你 你就打我 基本邏輯關係就是自我 不過我們他們都知道邏輯是一個非常粗糙的就是表現關係的方式 非常跨越 所以 人生擺在很多不同的關係 所以 當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呢 你有另外一個選擇 這個選擇非常強大 這個選擇 限制極少 這個選擇容易上癢 你 你可以一直重複使用 一句之內無限次數 所以 請你們要好好 就是 就是一個 支持能力的考驗 這個選擇叫做 很好 當你不知道或不確定 或是不想明白兩次兩句的關係 但是你又覺得這兩句有關係 或是你一定要知道 你最後分號 這個只是分號的其中一種用法 但這個是最 開放自由的用法 你有幾個 完全句子你就加幾個分號 沒人能夠說你怎樣 可以說你怎樣 不能說你文法錯 有很多其他理由可以說你 但是文法不是其中有 所以基本連接方法的句子的話 就是這樣 一個人又對的連接詞 第二個 第二個用分號 然後還有一個作弊的方式 這個方式呢 沒有規則 而且你愛情要不要 不過如果你一直用的話 我會很難答應 連分號和自由度都不夠你用 那你很難答應 或是號 或者號 不明示意把句子打破 從頭來過 或者號 不顧文法 你句子前面完整不完整 不重要 你句子後面完整不完整 不重要 前句跟後句文法性連不起來 不重要 或者號就是從頭來過 就是最開外掛的方式 就是最開外掛的方式 也就是說 你知道 現在在這裏 想想能慢慢修 嗯 好 所以這是一般連接句子的方式 我們等一下講 高麗佛號的時候 我們再跟你講 看畫面 或找畫面 正常用法 好 好 然後再來第三個連接句子的方式 就是關心代名詞 連接關心代名詞 需要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說 你連結這兩個句子 一定要有某一種名詞 是從頭來過 可以是主詞 可以是受詞 可以是剩下的 裡面的其中一個東西 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有某一種名詞 是從頭來過 那無法規則都可以打 但是你要知道怎麼打 我們就先 按這個無法規則都可以打 按這個無法規則都可以打 所以繼續說 你要靠 房屋是開通 左像是開通 開通 開通 我們再給跟是不是 我們先進去 面前 這個是 要 那 從頭 操 好,三个字,第一个,我们把车子抬起来,第二个, Professor Gain,教授送我这台车,第三个, 我们把车子抬起来,我们先不管时间系统的顺序,我们单纯看中间重复的元素,比如说如果我要连接这两句的话,重复的是什么东西,车子,好,连接的方式你可以选择,你要把车子抬起来, 先写哪个,你觉得哪个比较重要,就是先写哪个,所以例如说,如果你觉得你这篇文章正在讲的字笔,你会不会处理这台车,这台张车,的话,就是由这一句概念,如果你现在讲到的话,如果是这台车的油管,你怎么得到这台车,你就用这一句概念, 刚好这两句重复的元素都是受死的,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那就是你如果要快个方向投并的话,写的方式一模一样,你只是确讯掉后就可以了,好,所以譬如说,我要把第二句印度第一句,就先从第一句照抄下去,因为这是你的主要句,这是你要讲的, 好,然后遇到重复的东西的时候,然后遇到重复的东西的时候,卡重复了,这就是你要第二句重复的点,重复的东西你就不要写两次了,用戴, 重复的东西,重复的东西,重复的东西,写完之后呢,第二句你就从头照抄, 重复的东西,写完之后呢,第二句你就从头照抄, 先从你主要一样讲的句子,遇到重复的东西,用戴,换掉之后,这个用键已经变成戴,翻过去了, 剩下的东西,重复写,你就有一个非常符合文化的关系代理子,你如果要把就是,第一句,第二句的话,就是顺序相反, 先写你要讲的这句,遇到重复的东西,加一片,成blatt,之后,第一句就再造成, 所以就会讲成,The professor gave me the car, that, by, very, 这一定不见,保险你,看到没有吗?听懂的角色了? 好,ok,接下来如果,呃,这两句重复的是什么? 也是The car,也是The car,可能是The car,可能是The car,我们等一下才会再造成, 呃,比较直接看到的重复就是The car,所以如果是第二句,运入第一句的话, 你就是跟他们讲,写完,遇到重复的,重复的变成back,然后剩下的照照, 所以就变成,The professor gave me the car that ran over the pedestal, 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要把,第一句比较第二句的话呢,呃, 呃,原则一样,那感觉会,就是要留意一下,所以你要,你的主要句子先重复写, 诶,遇到重复的,这个就是你要重复的东西,所以重复的东西用戴,换掉, 然后,你要变进去的句子,照操完,所以从这边操, 好,变进去的句子写完之后呢,你原本主要的句子,继续写, 所以原则也是一样,先从主要句子开始写,遇到重复的时候,换成代名词代, 然后再把你变进去的句子写完之后,再回到原本还没写完的句子,把它写完, 好,好,接下来,我们就讲,呃,如果重复的东西是出现在剩下的, 时间剧也不知道空间,不用问什么, 嗯 嗯 家庭 一層 就一層 好 好,所以這句是我在車子裡面虐待的總裁的誤會 所以你要重複的是Card 如果我們要把這一句變成這一句的話 好,原則也是一樣,但是你要記得主持、動詞、壽持剩下的 所以剩下的是一個單位 所以這樣會長什麼樣子 好,日落的Card重複了 所以我看到用AX的句子 但是它是一個單位 所以,印要跟著版 代名詞是沒有which 呃,which跟that 很多地方可以替代使用 但是又有一些地方不能替代使用 所以最簡單的人則就是 直接代外沒有任何其他複雜條件的用戴 剩下的全部都用which 可以嗎 所以,名詞對名詞 呃,就是主持對主持,主持對售詞 售詞對售詞 售詞對售詞用戴 剩下的全部都用which 所以,在哪個空間 in which,in the card car操板 所以,並進去的句子 我鍵頭字寫好 我鍵頭字寫好 我再做這件事 好,所以你要 背進去的句子繼續寫 接住 所以,原詞也是一樣的 主要句子,從頭寫 遇到重複的東西 因為它不只是單純的塑匙 它是一個其他東西 所以要跟著接近自己一起辦 然後帶你直接用which 好,帶換掉之後呢 你要換進去的那個句子 繼續寫 寫完,回到主要句子 主要句子也結束了 可以嗎 好,所以 這個就是 如果你是 時間的話 某個時間點 at which 因為某個原因 for which 用什麼工具 with which 好,那如果你在 代換的名詞是個人 也可以用that 但是你更也可以用who 呃 who who 也有分 主詞跟souls的方式 souls 就是現在 越來越喊 who 加m 這個是 你放進去的句子 如果是souls 就用who 所以不是主要句子 是你要塞進去的那個句子 如果是souls 這個人 就用who 呃 一般句子你要用哪個不重要 這種句子 如果放在解析子後面的 這個是一個人的話 一定 要用who 這是 我們把他叫做解析子souls 所以也是souls 要用who 好,然後最後我要舉 一個例子就是那個 professor's wife 因為剛剛有眼尖的同學發現 這個也重複了 所以理論上自己可以併起來 別請 我們 我們 呃 這樣子併 這樣子併 好 所以主要句子 呃 那個professor 好 一早重複了 professor's wife 我們剛剛講人可以換成who 但是這是人的所有可 所以用who's who's wife 兩個一起走 因為它是同一個單位 因為它是同一個單位 你光白夜的時候有個白走 沒有意義 一定是整個名詞開過來 除此外 好 重複的時候完了 要對面句子的句子繼續寫 the card ran over 裡面句子寫完了 回到外面句子 給 給 me the card 就 形成一個非常有戲劇性的dramaticar 人 人 人 這也是一樣 你的主要句子先寫 the professor 遇到重複了 剛好從這個時候重複也是名詞的所有可 所有的其實是一種形容詞 所以你要把所有人跟他所協調的名詞一起翻過來 故事外 操完之後呢 裡面句子從頭操 the card made over 裡面句子操完之後 再回到外面句子 have in the card 好,有聽懂的請舉手 OK,對 你們多點一番,這是寫的東西 但是這是正常的東西 學語言有些會體驗到 認知跟使用常常有落差 我跟你講,你聽懂,我下次再跟你講 我聽過了,你認知到了 可是當你寫的時候 突然不知道該怎麼用 學文法是這樣 背貪自己也是這樣 所以,台灣一直強調語言要用 使用的方式 練習的方式 這是唯一能做文化 認知與使用的方式 只有這個方式可以做到 所以這門牌就會 讓你一直寫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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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就是這個原因 好,關在講完 接下來我們來講 假設語氣 我們今天不會講分詞構句 因為分詞構句 非常地亂 而且說真的 如果你可以用分詞構句 你也可以選擇不要用分詞工具 讀者不會 剁掉任何資訊 所以我們會做文化 所以我們會做文化 好,這個人通知 看一看 我們先放這邊 等一下,來電話 好 好,所以這個例子沒有很多 我先讓你想看 AVM現在拖去這個地方 好 好 如果 事情 還沒發生 你還有 轉圈的余地 你還有 就是決定不要做 的 機會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if I conquered 簡單的句子 但當然 這個句子就不管什麼 如果我政府了 小阿西亞 未來就會在 印度遇到我的 敗落 這個是 相對的 因為相對的 所以要是對 如果我 接下來做這件事情 我未來會遇到什麼狀況 這邊用 簡單現在是 那些就是 未來是 這個是還沒發生 如果 已經 發生 但是還來得及後悔 還能把後果消掉 還可以就是 避免 定局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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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可以改 兩邊 這邊加一個過去式 然後那邊加一個 過去式 所以這個時候是 還在考慮要不要加速 這個時候是已經決定要去征服 但是還沒有採取行動 計畫一定好還沒有出發 或是可以說打仗打到一半還沒打完 還可以撤退 If I conquered Asia Minor I would face my defeat in India 所以我看到這決定有決定還是不要拿來去打仗 先撤退 所以已經 就是有初步動作但是還沒有成定權 用這裡 從現在到過去 從Will也是加一成過去變成過去 第三個 不能代表 已成定權 兩邊加一個完成式 這個一定是過去嗎 所以加一個完成就是過去完成 所以這個是 反正這個句子是實際上還沒有征服 已經決定好沒有征服 不能後悔 已經年紀上白然後就是沒有力氣再征服 如果我當時有去征服小亞線的話 我就將遇到 在印度遇到我們的夥伴 每次講到假設語心都會有點迷惱 我也是 我也是 就是到底有事處非 但是你要記得的是 基本概念在這 這個是 什麼決定都還沒做 只是在討論 這個是 已經做的決定 但是還沒有完全定 定時 還可以改變 這個是 決定做完了 不能改 按照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應該是 一定是 但是 那個三個原則是一樣 如果我去的話 我就會這樣 還沒有 我決定不去 可是我如果真的去的話 就會怎麼樣 這個是 還好沒去 如果不看到的話 還好我沒去 還好我沒去 如果我當時有去的話 就會怎麼樣 這個人就是這樣 好 講到這邊 還沒有被我保管的幾句少 OK 稍微少一點 這個情況是 在這一段歷史上 在家裡是 他還沒去 有一天 他有一個參謀出現的說 你可以在那裡 做的 就是 會運籌圍獲 軍隊這種橫島 像你比 小亞西亞韓 馬是不是就可以征服下去 來 在那邊想 如果我征服小亞西亞的話 不行不行 我到時候打到印度一定會去 不去 這是第一個 開會數號 第二 阿 亞歷山大就這樣 剛剛參謀長講 然後他們很厲害 隔天 他又回來說 亞歷山大大帝 你真的不想像嗎 歐容 那個 成績都可以是你的 你可以在地上留下來 你的整個章節 然後亞歷山大說 好吧 你說了一點對 我們就這樣再這樣 然後你一定會做到計畫 可是他晚上心想 這樣真的好嗎 如果我真的去征服小亞西亞 如果我真的去征服小亞西亞 然後就錯了 然後呢 想想像好想領導 他隔天 把他上門訪叫進來 說 我這個晚上想一下 但是不要好了 如果我們真的去征服小亞西亞 我們將會 我將會在印度遇到 我們就征服了怎麼辦 所以這個是一點點 他決定不去 決定齁 但是可以改 如果他上門訪就是 有那個 油水滑船 不厲害的話 把他去 他就去 所以是可以改 換產60年 亞歷山大 這個 併握在床上 然後呢 旁邊有 就是 使機關在旁邊 親他的手術抄下 然後呢 亞歷山大義回想 當時這個決定 他就跟這個使機關說 你看 如果當時我有去 征服小亞西亞化 我就會在印度 遇到很多萬 好險回去 這就是三個概念 這樣也聽懂 你去找 好 稍微多一點 OK 所以一樣就是 可以改的是現在加回來 不是 還沒發生的是現在加回來 發生的 還可以改的是 是兩邊都加一次過去 發生前不能改的 是兩邊再加一個完成 所以是現在過去 過去完成 未來 未來的過去 未來的過去完成 不會把概念 這樣 好 講了這麼多之後 知道的東西嗎 我要講最後一記 這兩個不一定要對稱 如果 例如說 如果 如果 這個例子 不大適用 但是如果 今天舉的例子是 做了一個決定 會有長遠的影響 有時候你可以把 例如說 這一個 我們上間 接到 就是簡單 問題還是 如果 我當時 有做的話 我知道現在 都還會怎麼樣怎麼樣 這不行 再兩下就 就變暗了 你知道 我們就知道 但是基本 就是如果 你在閱讀的時候 遇到不對稱的句子 你可以想一下 它是不是 因跟火 影響的範圍 不一樣 不一定是錯 也有可能是錯 然後很多人先錯 但是不一定是錯 好 這個是假設語氣 應該說 這個是條件 假設的那個例子 它是一個條件 英文真正的假設語氣 已經很流行 就是那個 用 word 開圖 或是用 D開圖 很少見 你讀英詞 如果你選擇美詞的話 就可以遇到 但是現在的 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出錢 好 我們接下來講 要的情況 你們有開始 頭痛想睡覺了嗎 這個是好事 這代表說 民謀在人的問題 我們上學就讀期間 很多很多東西都是 好像是講的 就記下來 很容易懂 但是不好備 不好懂的東西 你腦海才會懂 這是好事 標籤符號 鬥眼 剛剛講過的第一個用法 就是 表示 動性有意味 劇本應該放在後面 把他親下來 另外一個用法 就是 兩個玩成鞠子 中間原本的鞠子 變成鬥眼 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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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固定 這一句話裡面 這個重點 這兩個重點 成雙成對 告訴你說 中間這個是補充的 可有可不 不影響整體句子 She is impressive 他也影響深刻 其實不管你有沒有提到說 這是不是你個人想法 大句子還是實際 文法還是對 你把中間塞掉 不影響文法 當然影響文義 但是不影響文法 重點的補充用法 其實最常見的地方 就是關係代理者 嗯 我们下车就没有 OMG 就是我的 is you need to know 大家懂嗎 下一個人 如果不加鬥點 你告訴讀者是說 中間這一段在文法上不能成員 它影響你理解這一句的文藝 意思是說你跟這個脈絡當中可能有很多長相奇怪的話 然後 有兩隻長相奇怪的話 然後你要問人家說 不是我的那一隻 是另外一隻 所以會影響文藝 就是我的法上面會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加鬥點 雙兩個鬥點 你告訴讀者是說 中間這個省略道的話 文藝沒有變 也就是說 如果我不提這支方法是我 你孩子知道是不是孩子毛 代表說大概只有你什麼 其實也不是毛 所以有沒有鬥點 是這樣的區分 記得鬥點幫補充就是這種概念 可以省略而不影響文藝 就是補充就可以 所以就要加鬥點來表示 除了鬥點之外 另外兩種表示補充的方式 一個比鬥點弱 抓 就是說 你真的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就是想跟你挺一下 一個比鬥點強 或者 雖然不影響文藝 可是我覺得這很重要 一定要知道 那如果沒有差的話 就用兩個多點 冒號 這個通通 兩個點 作為解釋之用 後面解釋前面 比較特地的是 大部分的人不會跟他講 如果你後面是完整舉止的話 請用大寫 這不是陰性規定 可是 一 讓作者更清楚 接下來你會辦法解釋 二 比較好看 所以歡迎 分號 分號 剛剛講的就是連接舉止的方式 以外呢 第二的方式 第二個用法是 當出一個 更強大的作品 例如說 如果你要列舉 先說這個作品 你先要寫得出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很多英文老師 把這個作品叫列寫得掉 經理一定要寫上去 經理一定要寫上去 多一點 可以 防範很多 模糊的文藝 所以加在一點列寫 跟前面那個作品 經理一定要寫 這個我會寫 好 如果 你的A 是很多東西 例如說 B 然後你的B 也是很多東西 C就是C 的話 這個寫法就是 後面 講 分號 那因為這個是分號 所以這個等級也要分號 有聽懂在講什麼 所以如果你 直接一般列舉的話 可以用重點 可是你如果列舉的 每一項 本身也有很多東西 為了區分項目之類的列舉 跟項目以上的列舉 比較大的那一個請項分號 有聽懂的請項目之類 然後我會繼續持續地址 第一句我今天跟 我朋友說 誒 我要去一段Costle買東西 你要買什麼 然後他說 我又想要吃的 然後又想要穿的 然後又想要娛樂的 所以我朋友就是在 的話 他可能跟我說 我可能跟他說 好好 這樣再講 我先去一個地方 我先去超市 好 我先去超市 好 我先去超市 好 我再去比如說 光景物店 把Sweater 我先去超市 一些超市 一級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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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的衣服 這類的 這也分三個項目 每一個項目裡面 也有不同的細節 但是又不能全部 這樣列出來 因為是分三個不同的地方 這個時候 需要分當項目的時候 就是用分號 這點聽懂 您就走了 好 英文和韩语教语 好 你看就是讲就是最复杂的意思就是 引号 引号 英文里面中文也是 但是英文比较严谨 就是如果你要引用人家的话 一字不差 就用引号 如果你引用的有一点差距 那就不是你没有任何去改写 就不用了 我要讲的是引号结尾的标准不好使用 如果你认的句子是这样 如果你需要讲说是谁讲的 这个句点的性感是动力 位置相反 谁说的先题 也需要一个动力 然后呢 这个句点放的影片 就像刚刚试探的 每次英文 就是不管你句子 如果你句尾有引号跟句点 句点一定要放在引号里面 没有以外 中文有时候可以缺分说 这个句点是属于引用的话 还是属于大句子 每次英文没有这个句分 你只要结尾是又有句点又有引号 请把句点放在引号里面 那句点变成逗点的时候 规整就是一样 所以句点跟逗点 请都放在引号里面 其他各种图号 然后像经判号 问号 分号 要看 是属于引用的 还是属于你的主要确子 他决定 还是句点跟重点 一定要放在里面 除了这两个基本状况 如果你要引用的话 比较长一点 你可以把这个谁说的塞到里面 所以譬如说 他说 他说 我爱我吧 然后你会拨打他 你要把他说两个字放到中间 是这样子写 他算是一个补充 用两个动脸隔开 那因为这个动脸 旁边有引号 所以一定是放在引号里面 前面 就是引面 好 但是如果 你引用的 不是一句话 而是两句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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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拨打 I love grammar, he said, trust me 這兩句話 這是完整的句子,組織動詞受詞 它的組織其實是you, meaning 所以組織動詞出來受詞 兩個完整句子 所以句子結到這邊結束 I love grammar, 動點放裡面 He said, 句 這個是兩個重點,是因為引用的這句是一句話 下面第二個是句點,是因為後面是新的一句話 這兩句完整話,不是一句 這個是蠻常遇到的文化 好,你們有個問題想提問嗎 好,你們有個問題想提問嗎 單引號 單引號是引號當中需要引號的時候 所以譬如說 他說他朋友跟他講說這件事情 裡面那一句就是用單引號 那如果你帶一套裡面還需要引號的話 再回覆到雙一套 所以 他說他朋友跟他講說 阿老婆居然這樣說 裡面那個是雙一套 雙乾雙 OK 好,有其他想問嗎 好,沒有的話我們來花一點時間在講 就是電腦散法 好,這個畫面相信你們 這個畫面相信你們都非常熟悉 好,電腦散打的時候 我接下來要講的事情 有些人會覺得很明顯很明白 但是總之會有人沒有注意到這些事情 所以我就順在一起 電腦散打的時候 標準符號後面 移動的 禁了 控制 空手 igh 所以注意這個凍臉後面有空的 去臉後面也有空的 這個要留意 再來如果 用頂號的話 請夾中間比較頂用頂號 夾中間 所以是空的影號 所以有沒有看到這邊 晏典隱號 呃 成雄的 以後分 都是arta 空格 放好 然後如果放到後面 還有東西的話 就是空格 然後再點 接下來 冒號也是一樣 冒號在空格 分號也是 分號在空格 好 最大的另外是坐著 或者好前後沒有空格 還是直接就是 兩邊都行間 你們都也注意到 我怎麼拿出來 兩個 再空格 或者好 我們這樣 不會用到 一個符號 但是如果 你會念想打 就比如說 這是 英文會用到的 或者號 我們不會用到 但是如果你需要用到的話 就這樣打 這個是比較小 然後錢會有空格 所以 如果你想一天 要被一個 英國警察知情做的話 所以 所以我剛剛打錯字的時候 他有時候 下個畫小紅線 所以 譬如說 誒 他認得給你 好 這個 他不認得 你可以按 右鍵 然後看電腦給你什麼 建議 改變 選項 電腦 無力對 你可以自己留意一下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確定 你是對的 就可以給我管道 呃 如果你的文法出問題的話 電腦有時候 可以在上面畫一條 日線 呃 日線的準確率更低 但是你們總是可以參考 他們的建議 看是不是真的他們可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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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用 Google Doc 來打的話 呃 上學期 我們發現這個棒 如果你是用Google Doc 在你的手機上面再打 然後再複製到Ware裡面 會出問題 呃 呃 就是他會在自己的中間 換好 然後就是他又 就是電腦就會換 所以如果 呃 你真的喜歡用Google Doc 的話請不要在手機上面打 如果你要在手機上面打的話 你可以用別的層次打 然後再複製到Ware裡面 OK 呃 還有一個問題是 呃 有時候如果 你不是自己的印表機 你去別的地方列印 呃 然後他的Ware版本跟你不一樣的話 有時候會出現狀況是 有些空格會不見 但是 電腦會認為他還在 所以有些字會黏在一起 但是電腦又不會造成做 這是錯的 防範的方式就是 你存檔之後 存成PDF 再拿這個領域 這樣就不會有 呃 這樣的格式問題 好 呃 應該就這樣 所以 呃 這就是我們今天花了 一百分鐘 講基本的英文文法 把眼睛檔上塔的問題 到現在有沒有想要提問 怎麼知道 好 那順便恭喜各位 如果今天講的都學會 都記得下來的話 都會有資本去當高中英文講教 好 OK 所以我們下禮拜 呃 不來 下下禮拜 應該是不來 下下下禮拜 我們來講解 身分請坐文 怎麼寫 以及 呃 要不要注意 我們不要去寫愛 那個方式 OK 謝謝 謝謝 謝謝